請問台灣的提醒 首先謝謝任何人對我的提點 尤其是前輩的提點 其實對於我來說 一向由入行到現在都提醒自己要虛心接受 無論是批評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聲音也好 所以自己都想過有不妥當的地方 所以以後會再做得好些 我以後想說會有這些壓力呢 有些公子想說心底慣 又每一次都會被人放大 會不會放大那些 我只可以說自己都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做很多事情 的確回頭看的時候 其實都會覺得有不妥當的地方 但是都會秉住自己有個真誠的心 去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只要在不傷害任何人的前提之下 我以後都會去表達我想表達的東西 是